五十六十周年有什麼感受? 感受有很多 因為媽媽生病的時候 我就祈禱了 有時說她都是很差很差的 我就很差 怎麼辦呢? 我不捨得媽媽走 我說祈禱了,祈禱了 我就求天主給她十年 因為她那一刻是中了風 那我求十年 但是她中了風之後 真是很快 是一隻手指尾不是很好 十年了 她那次又是不舒服 又入院 我又不捨得 我又求天主給多幾年 結果真的多幾年 到媽媽在1994年她過世 沒有辦法 不過也很感謝天主 她那時候享受是九十八歲 不捨得都要了 有兩次的經驗 一是祈禱回來的 媽媽不在的時候 我就想 我經常求天主 求聖母 那我是不是應該去感恩呢? 那我就問那些教友 我說是有朝聖的吧? 那他們說是呀 那我的心態就是我要感謝她 因為經常求別人 什麼都要感謝她 是嗎? 所以我在1995年 就去盧德朝聖 我去朝聖有很多年 所以盧德我去了四次 以色列去了兩次 花地邁又去了兩次 那我記得我有一次去到盧德 我們是坐火車的 跟落亨祥神父 那晚是在火車裡過夜 到第二天早上起床 洗完臉 我站在那個火車邊 一看到盧德的聖堂頂的十字架 我自己會說出來 媽媽我回來了 那種心情 是你是真的見到一個親人 所以感覺是不同的 朝聖是不同的 我們朝聖是真的去聖地 沒有出去買東西 沒有說出去購物 那裡的東西便宜 沒有啊 可能或者我又不嚮往那些 還有買完東西之後 我看到他們說 又要去報稅 又不知道怎樣怎樣 好像有很多麻煩的東西 我說不用了不用了 要回香港買吧 我們做教友 全心全靈全意 希望做到 做不到慢慢學習 那是 有時候人總有些情緒 那 我也有教友跟我說 娜蘭姐 你經常說什麼什麼 你沒有發覺嗎 我們進到聖堂 很多面子都沒有笑容 那我說是 那可能進到聖堂 是一個很嚴肅的地方 可能是大家嚴肅而已 那我就開始留意 見一下見一下 是啊 真的 有時候有些真的 為什麼沒有什麼笑容呢 還有你知道 有時候人多 坐下去 那有些遲到了 那看著看著看著 那可能 有時候大家坐過一點點 都可以坐到的 但是有些真的又不讓座的 各位兄弟姐妹 如果以後有這些情況 我們大家笑一笑口 坐過來 坐過來 這樣 如果你不說 都可以 你就退過一點點 是不是 不要拿著面子 這樣坐 那對方那個 就不敢坐下去了 是不是 那如果他真的 或者腳不是那麼好的 那他要站一個小時 是不是 那如果你讓一讓一點點 讓他坐 那就好 大家都開心 是不是 那我就不要 我不想聽到 再有人告訴我 去到聖堂的人 沒有笑容 不是沒有笑容 是嚴肅而已 聖堂嚴肅的地方 生命恩全 一向都是指令 推動全福音的工作 所以今年他們的暴行活動 主與我同行 你捐了錢沒有 是幫助這個福全活動的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捐 很容易 你看他們的網子 生命恩全的網子就可以了 希望大家 踴躍捐輸 主要大家平安健康 很渴望見到教宗 和他握手 握手而已 為什麼人家可以我不行呢 我一直看著教宗 到了到了 心跳跳跳 什麼都不懂說 我只懂得叫啪啪